这个可能蛮花时间的 主要就是利用那个Range物件里面的Copy方法 这还蛮重要的 然后呢是在第九页 第九页这个地方底下其实都有叙述啦 所以你们回去的话 可以结合那个教学论坛里面的影片 影片的话基本上应该会是在第几段 就是上个礼拜的第二段开始吧 然后一直到这个第五段的影片 那你回去可以直接把它看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算是有那么一点难度啦 主要就是说将来你在取得外部资料 那个RAWDATA 一定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的栏位其实是可能是不存在的 那你要需要把它变出来 那至于要怎么变出来 其实这个就还蛮重要 如果你没办法快速的把它变出来的话 其实你就会耗在这个地方蛮多时间的 比如就像这个线市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邮递区啊 甚至根据行政区啦 当然你说老师我不根据邮递区号 我想要根据行政区 也可以啊 只是说你要有一个对照表 那理论上用的比较多的 其实用VIRU函数 OK那你说老师那如果我不用VIRU函数 有没有别的方法 反正你可以去想想看 只是说有没有比较简单 所以我在这边有强调一点 就是说怎么做比较单纯简单好记 因为如果你假设用了很多方法 但是太复杂了 我觉得变成其实还蛮浪费时间的啦 OK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假设我不要 因为我们会吃水想要用VBA 其实主要原因是 我们就不想要用很复杂的方法解决问题 那因为呢 在ECL里面本身就有ECL的VBA 本身就可以写程式了 不然的话 以前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多半最早也许用 如果用微软的话 那可能会用Visual Studio 现在早期比较流行 也许像VB.NET 现在比较流行也许用C-Sharp C-Sharp有点像Java啦 OK 那现在的话比较流行也许用Python 那只是说我们就是 为什么会想要特别用VBA 就是因为我不想要让 处理那个资料的问题太复杂 OK 所以我尽量避开 不然的话其实可不可以这样 外部呼叫啊 或者是说 用其他的方式来来执行VBA 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 这个目前来说啦 我们假设是希望简单单纯 刚刚你用VBA有没有缺点 当然有啊 OK 因为它毕竟是在 E-Sharp里面的一个部分功能 所以它本来就不是要让你去取代 我刚刚讲的一些程式 而是说呢 我们是希望说 直接可以在E-Sharp里面 就把一些问题处理掉 你就不需要再去 去用很复杂的方式 再解决问题啦 OK 就像说有些事情 假如说脚踏车或者骑摩托车可以解决 你为什么一定要开车 或者你一定要开一个货车来解决问题 简单嘛 反正你对不对 或者用手扳过去 当然你也可以涂法链钢啦 只是说你假设距离太远 对不对 你当然势必就不太适合 用步行的方式啦 比如说你用台北到高雄 当然你距离远的话 你不可能用走路嘛 OK 你就想个办法 当然最快是高铁 OK 可是如果你有预算考量 或者你假设 应该你要转车 比如说高雄 你还要再到高雄火车站 你还要再转个车 那你不如你就搭台铁 假设你不赶时间的话 好了 那诸如此类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那个上个礼拜的 枢纽分析表 那枢纽分析表 我希望可以做到的结果 就是可以让它显示 目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里面的话 当然我上个礼拜有提到 你可以第一个 一定要先产生限式这个栏位 第二个的话呢 就把限式这个栏位 拖拉到列的部分 把这个受电的度数万度 放在这个值的部分 让它显示出 最后呢 再把它做一个排序 我这边再做一次好了 假设啦 我今天希望做出这个枢纽分析 当然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先产生 刚刚讲的两个栏位 第一个是限式 第二个是万度 OK 然后看一下 刚刚有那个正规话 可能你们还是要特别注意 就是那个 刚刚好像有产生那个颈NA 如果有颈NA的话 那表示说没有C区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可以把它Ctrl-C 然后Ctrl-V 可以再把它什么 再插入一个 让它向下 然后呢 把刚刚的这个 南区好了 拿这个来复制好了 然后把这边改成703 不然的话 你的资料里面会有一个 NOTHER VETABLE 那这个当然是 它原来资料的错误 OK 好 那你这个OK 一定要改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 那当然第一个 如果你假设 要产生枢纽分析表的VBA程式的话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就用录制的 但是录制的过程当中 可能要掌握一些细节 要特别注意 因为录下来的东西 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掌握一些重点 那将来你要再修改这个程式的话 基本上比较不会有问题 至于哪些地方会是重点 你们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我有把可能要注意的细节 修改的重点 摆在云端摆板的第15页的地方 第15页这边 比如说你录制聚集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它录下来的 第一个工作表 在聚集里面它怎么表示 它会用这样的表 用个字串 我跟你讲说 它的工作表1 然后惊叹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将来 你假设比如说枢纽分析表 它产生的时候 它第一次是枢纽分析表1 可是如果你第二次再增加的话 它变成枢纽分析表2 那如果你在执行那个程式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会跟你讲说 找不到那个工作表名称 OK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惊叹后面它习惯用什么 R3C1 这样的方式来表示 这个其实也是之前同学在讨论的 因为电脑它在处理 储存格位置的时候 它这样看它比较清楚 但是问题是我自己 我习惯我一看R3C1 它转个弯 什么叫R3 R就是列 就是第三列 C1的话就是第一栏 那其实是A1 所以我通常会改几个地方 就是说我会把工作表 如果是故 假设我今天新增之后的那一个 固定就是那一个工作表的话 那我会用另外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叙述 去取代原来固定的那个工作表名称 那叫做ActiveShoot ActiveShoot其实是两个单字 一个Active 目前使用中 Shoot是工作表 目前被使用中的工作表 那大家如果你 如果目前使用中的那个 储存格的话就ActiveSale 另外的话 我坐标的表示 储存格表示的话 我习惯会用Range Range A3 这样来表示 基本上这样我在这个撰写程式的时候 比较自己看 我觉得会比较直觉 如果用前面的方式 会相对比较有问题 尤其是这个地方 它已经固定某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那假如说你将来产生的工作表名称 不一样的话 那会产生错误 这有点像怎么样 比如说你现在新增一个工作表 它这个叫工作表8了 如果你再把它删掉 有没有 你再去新增 它就变工作表9了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那个工作表的名称 当你新增的时候 它不是永远固定是工作表1 然后如果你假设你用那个名称来执行 那会产生错误 另外的话 向下追踪 我们这好像有用过 这有点像是Range里面 当然除了说你可以用一个类似像一个文字之外 你也可以给它两个坐标 中间加逗点 那前面这个坐标 就是哪个储存格 那左上角那个储存格 那下面这个的话就是左下角 不是跟右下角那个储存格 它会自动怎么样 产生一个范围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是指的是这个 然后这个指的是这个 OK 哪个储存格 那点slate之后它就整个选起来了 那这样的叙述方法其实也没有不对啦 只是说我通常会把它改一下 改成我比较看得懂的范围 那这样就大概就是改成哪一个 改成就是说文字的叙述 OK 那文字的话你可以从 比如说哪一栏 B4到B1的最下面一列 那你可以用类似我们比较看得懂的方式来完成 那其他的话slation 其实可以改用WITH 就是如果底下物件一直重复的话 那大家会有这三个地方可能要做一个修改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把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我希望利用它 帮我产生一个枢纽分析表 那我希望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变成VBA的话 首先那样我可以先彩排 刚刚彩排过了 好 我现在插入有没有 苏纽分析表 然后范围OK按确定 然后再来的话就把限式拖拉到列 把这个有个栏位叫万度 受电这个度数 万度的这个把它拖拉到值 那最后的话我把它排序 排序的话游标放B4 然后资料里面的话 选择Z到A OK好 那我就排出来 当然如果你假设你希望更 像我的习惯 我习惯就是 产生那个千分位符号 不然的话我看那个数字有时候 比较不好算 所以我习惯上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Ctrl-Sub向下 然后多一个动作 常用里面的话 我会找到千分位符号 让它有个千分位符号 看起来我这样看1600万 那以万度为单位 所以等于你必须要再乘以一万 OK看得出来哪些是最高的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 我希望把它录制下来的话 你会看到现在又变工作表10了 把它删掉好了 好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把过程录下来 所以接下来第一个动作 彩排完 第二个动作就是录制聚齐 那录制的话就把刚刚的动作 再做一遍 所以这里的话你就是在枢纽分析 或者枢纽分析表也可以 给它一个名称 好 按确定之后 接下来就开始 做刚刚的动作 确定 已经有了 把它盖过去好了 插入 第一步是插入枢纽分析表 那范围OK 按确定 好那它会帮你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在前面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的话 比如这个叫枢纽分析 你可以点两下 然后这边叫枢纽分析 再来的话就是刚刚限式拖拉下来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拖拉下来 然后再把游标放B4 然后资料里面的Z到A OK 然后再Ctrl Shift向下 然后把这个范围常用 千分位符号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 记得 切到刚刚的开发人员里面 有一个叫停止录制 记得一定要停掉 不然的话 你又做 它会帮你记录什么 你的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一直强调 录制聚集 实际上就是 帮你录下来 你的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但是其实VBA 我们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需要去 就是按照滑鼠键盘做的动作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完全利用 用它录下来的程式 你可以修改没关系 比如说你觉得 这地方好像有点多余 也许你其实可以把一些程式 给删掉都没关系 好 那停止录制 接下来的话有个重点 你录下来的程式 它就会帮你放在哪里 放在锯齐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枢纽分析 有没有 但你可以执行 不过 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Visual Basic 其实也可以帮你录在哪里 Module 可能是Module 1 可能是Module 2 可能是Module 3 不过如果你有Module 1 它就帮你放在Module 2 因为我有Module 2了 所以它会帮我放在Module 3 你可以看到Module 3里面 会有这一段程式嘛 这么冗昌 接下来的话 一般它前面会有一个注解 希望是把它放 把它Delete 掉 好 那只是说啦 因为录制聚集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我们不要 不想重复做 让它RUN了之后 它自动帮我做 刚刚一模一样的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所以我把刚刚苏纽分析表 这个的工作表删除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RUN的 RUN应该理论上 应该就把刚刚的动作 全部都在做过一遍 但是你会发现 它会马上出现错误 有哪些地方会出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执行的话 它马上出现错 真错一下 这个部分就错了 有没有 那底下我会给你们先录制好了 那待会我会教各位 假如说发生错误的话 那我们应该如何修改 它给我们录制聚集里面的相关错误 那至于如何修改 那其中的话 我刚刚有提到 在云端白板上面 有三个重点 修改重点 如果你可以掌握这三个重点 并且把它做一个修改 理论上应该 就可以让它可以正常RUN了 请各位试试看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